可笑的一件事情 原来民进党想要推一个中共代理人法 结果始终没有办法推成 最后呢就作罢 可是呢自从澳洲的那个所谓的共谍案发生之后 他们又觉得捡到枪捡到炮 所以立刻推出一个反渗透法 我看来常常讲 我说走了这个土匪来了个强盗 我觉得不可思议 像这种情形 它完全是在我们社会制造恐惧 制造对立 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好处 只是一个彻底来打击我们在野党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利用这样一个工具来遭踏这个在野党 是一个选举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是不可取的